其实原因不复杂 只不过羞于提起罢了 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 唐代以后 中原的君主专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君主制度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效应 就是极其严重的败战亭陷阱 即君主将会恐惧一切能够威胁到 自己地位的国内强者出现 并不断消灭扼杀之 这个所谓的强者最最重要的指代 就是强悍的军人 宋代赵匡印城前之弊 极力削弱武人 削弱军队中强有力的武士 这种制度一直是宋代的根本大计 直到南宋黄泉衰落后才略有缓和 明代沿袭了这套体系 皇家为了帝业的稳定 极力削弱汉人中强悍的骁勇之势 杀戮民气中的永汉之人 以此巩固权力 数百年下来 随着对朝野强悍之势的蓄意消灭 中原基本上 竟是公顺驯服缠弱之民 中原人在军事上也必然越来越无能 相比之下 金人 蒙古人和满洲人 则在大自然的残酷磨练下 培养出骁勇善战 永汉绝伦的军事素养 满洲文档记载 满洲人家家有剑士马匹 甚至青凯 少年人及彪汉解傲 堪比猛士 以这样的战力进入被驯化的孱弱之地 当如塞尔柱突厥军进入败战亭腹地一样 击入无人之境 只有黄泉轩弱 强悍之民不受制约 中原武士才能有机会摆脱压制 并焕发出军事天分 譬如北宋黄泉被金人摧毁 照构上未能稳定局势时 岳飞 韩世忠无视兄弟先后踊跃而出 彪汉之汉民一旦失去黄泉的压制 立刻焕发出强悍的竞争力 明末同样如此 南明黄泉坠地之后 李定国和郑成功等朝野彪汉之汉民先后崛起 凭借残山圣水与满洲人打得有来有往 帝王黄泉为了稳定 肯定会不断杀掠本国的强悍消劫之士 极力压制彪汉永建的民气 正所谓古之帝王治天下无非是 陆英雄杀豪杰 收天下兵器 使民气迅顺孱弱奴性深重 而无君士前能方才便于统治 然而 这也反过来方便外来满族轻而易举地征服中原帝国 满洲人凭借几万人征服一亿五千万汉人 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一点不论后世汉人如何寻找托词都不能掩盖 任何人都很难想象 在蛮族征服时代即将完全没落的火器崛起之十七世纪晚期 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竟然被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小的蛮族轻易征服并奴役了 而且你要知道 在同时代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战争技术日趋落后的蛮族正面临文明国家越来越伶俐的反击而非相反 所以 这段历史 无论后人如何研究其价值都不为过 不仅仅是刻骨铭心的耻辱 更是不折不扣的闹剧和丑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